后宫应该是出美女的地方,然而从清宫现存的照片来看,清宫里的宫女和妃子和影视剧里的电影明星,差了十万八千里,可以说一个比一个长得难看,和美女压根就不沾边,那么为什么清代宫女和妃子都长得那么丑,图,晚清格格就影? 第一,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,看女不允许入宫,宫女都是旗下人,其民人数本来就少,美女数量自然就有限,选秀的时候,不想去的往往都是花点钱找人顶替,随便找几个丫头冒名顶替,入宫的女子自然长得也好看不到哪去,长得丑得想要主动入宫,上下打边一下,反而挤掉了很多漂亮女子的名额,图, 光绪直进妃就影 第二,清朝为了保持血统纯正,妃子挑选首先考虑得是门币和政治,很少考虑漂亮不漂亮,同时为了让皇帝避免淫乱后宫,妃子和宫女怎么臭怎么选,虽然坑苦了皇上,不过妃子们高兴,哪个女人愿意找一群漂亮的女人做对手,清朝没有出一个荒颜无度的婚君,或许和宫女,妃子太臭有一定关系 第三,当时的照相技术不行,拍一张相片需要的曝光时间长,人表情就显得呆滞,加之黑白照片没有颜色,像素模糊不清,自然就不好看 第四,古代和现代审美不同,不能以现在的眼光,去审视那个时代的人,比如《红楼梦》里形容美女薛宝钗的标准是面若银盆,绝不是现代审美流行的锥子脸尖下巴 图,婉青的满族妇女 第五,清代宫中也是有一些美女的,只是数量较少,比如光绪的妃子真妃,溥仪的皇后婉容,长得都很漂亮 图,末代皇后婉容揪影,在清后宫照片中,婉容真的上一等一的大美人了 第六,清代乌人 in的量 绪散 第七 第八